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Ea 我們現在打復刻的本夜譜輪迴 那這邊的話 帶大家用解放秦皇來通關喔 那要吞併的那一隻 你就選C喔 隨便一隻都可以 主要是吃他這個武裝能力 可以讓秦皇每回合開加C喔 那稍微講一下這隻哈帕斯 主要用來關招的時候無視固定連擊啦 這樣遇到後面那隻日狼月狼 首削指令吧的時候比較好解 那哈帕斯是前一陣子討伐戰 可以交換的對象之一 大家應該都有換一張回來吧 好 然後再來水環的話 用來回復歸零 再來的話 紅愛用來無視無數的部分喔 好 那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了 如果隊伍跟龍科配置你有沒看清楚的地方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喔 好 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吞併開下去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不會被鎖了喔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就好了 喔 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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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輕了 轉太輕了 呵呵 好 OK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這邊就看你遇到不能消什麼喔 我這邊遇到的是不能消水 好 那就不要去消水就好了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 第三關 前面幾關都是小菜啦 到後面才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來 這邊的話是不能消心 大概第八關那個滿版是分水嶺 第八關之後就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來 第四關 好 來 這邊手消全木加手消指定5C 1 2 3 4 5 OK 好 這邊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喔 好 第五關這邊你可以開個加C啦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輕輕轉就好了喔 OK 好 來 接著五屬的部分 這邊你如果卡珠 你想要直接用那個 秦皇去造珠子出來也可以喔 好 來 這邊水火木光暗 OK 好 來 這邊帶走 來 哈帕斯跳了可以先把他打開了喔 等下要關掉會再跟大家講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去轉隊六康 然後不要消到他不要的那個東西就好 我這邊遇到的是木啦 那就是不要去消到木喔 好 版面真的太糟糕 你再用那個秦皇去整理 啊沒有的話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 好 來 第七關 來 第七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去手動消那個全部的光珠 齁 秦皇也是不怕燒啦 所以就直接轉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八關 這邊是一個滿板盾 那你就看你哪一個角色被鎖 現在是那個紅愛被鎖 那我們就是全部點火珠出來 然後直接這樣子一康送給他 好 你可以再補一個加C啦 如果你怕傷害不夠的話 好 來 接著第九關 好 第九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手動去轉到連擊同等就好 啊一樣 補一個加C 好 這邊是遇到光暗星版本喔 我們就去轉到光暗星連擊同等 這樣就可以了 好 OK 這邊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十關 好 第十關這邊的話是數字盾二一齁 那我們就去轉 三顆三顆然後轉七康這樣子 這樣轉完就會是二一了 1 2 3 4 5 6 7 好 OK 好 OK OK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回復顛倒喔 我們就直接把回復歸零 好 那這邊的話 因為只有水可以打出傷害啦 所以我們補一個加C下去 好 那這邊的話 不要去消到火珠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喔 來 這邊一樣 正常轉就好了 水的現在就是只有水環可以打出傷害喔 好 OK 好 感受一下這個傷害喔 水環打出去一樣是可以秒過的 不用擔心 好 他的血只有19億而已 好 來 十一關 好 十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慢慢等他打過來就可以了喔 這邊 就是線型的那一隻不要去消到 好 那第一隻線型的是火 我們可以先去把火消乾淨一點點 好 那現在火線型 我們就是不要去消到火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 好 那等一下下一回合是水線型 那他打你的時候會剛好把水環的效果打掉喔 好 那打掉之後 這時候水線型 我們就是不要去消到水 好 OK 好 那最後木線型 就不要去消到木 這樣就好了 好 一樣 正常轉 OK 好 來 十二關 好 十二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等他兩回合經過就好了 好 來 再一次喔 阿 火珠真的太多的話 你可以稍微去把他切隔開來 不一定說真的要疊啦 你就稍微有切到這樣子就好了 阿沒有切的話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就不要消到就好了 其實你可以一組把他黏在一起消啦 這樣子的話 打過來是還不會死掉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就開解放秦皇 不 開復隊的秦皇 然後點30顆暗 好 這邊就一樣 一康送給他就好了 好 來 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十三關喔 好 十三關這邊八康我們開個加C 這邊就留一個加護珠下來就可以了 好 來 一樣帶走 來 接著十四關喔 好 十四關這邊首削指定七 我們就去把他轉隊 好 好 七都還在可以處理的範圍內 基本上七是絕對不會卡珠啦 除非你是特殊隊伍四消 或者是 對阿 四消比較容易卡珠啦 那剩下基本上不會喔 那到八的時候才比較容易會卡住 所以我帶這一個 因為等一下後面真的有首削指定八喔 好 來 這一關的話我們去疊那個木珠 不要手削到喔 那疊到十個印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把他帶走了 好 現在四個 來 慢慢疊就好了 好 好 最後三顆喔 去把他疊到 好 那這邊要進攻的時候就一樣喔 不要去消到木珠就沒問題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二血 這邊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把他帕斯關掉 下一關有附加消除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紅愛 好 去無視他的五鼠 來 最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秦皇開下去 好 那這邊就不要再去點到三鼠的部分喔 我們就點三十顆暗 好 然後加個C 好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送給他 好 來 這邊就直接無視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十六關 好 這邊有一個復消 那復消之後 你就可以把他帕斯再打開了 來 這邊我們就手動去消到全光跟全暗 好 OK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十七關 好 這邊手消指令八喔 我們就直接去無視的 然後加個康 好 那這邊就一樣 正常轉就好了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十八關喔 來 十八關這邊會把光以外的重置掉 好 你就給他重置沒差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好 三康 那這邊就直接去轉三 我們稍微疊一下喔 不然這個 太糟糕了 只有三 好 這樣 OK 好 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數字二三喔 我們先補一個加C 好 那這邊就直接去轉二三就可以了 五十 十 十四 十七 二十 二三 好 OK 好 欸 多一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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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了角色珠是火珠的部分了 好 沒關係 這邊失誤一次還好 兩次才比較要命 因為他就是扣血一百過來了 來 這邊的話我們再加C一次 好 這一次應該是沒問題喔 五 十 十五 二十 好 因為最後還要看那個啦 就是最後還要看那個 停手的地方 所以剛剛才會不小心失誤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十九關喔 好 十九關這邊你如果是遇到不能消暗的 那就 對 稍微一回合給他喔 他這個九康是不會追打 所以你就先不要去消暗就好了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就一樣 正常轉 我們加個C齁 好 這邊就直接正常轉 不要去消到那個他不要的那個阻止 現在是暗嘛 那我們就不要消到暗就好了 好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了 那王一這邊的話我們一樣補一個加C下去 好 然後把哈帕斯打開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轉中間這邊就好 剩下就不要再動他喔 我們就轉個兩康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一血這邊直接帶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我們就把整版變成暗珠吧 好 一樣你可以補一個加C下去喔 啊 就不要再抓角色珠了 直接空轉送給他 好啦 以上這邊的話 解放秦皇過這個本夜譜輪迴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喔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譜